大選前的超級星期天 藍綠白三黨總統候選人是行程滿滿 而最後他們晚間都來到了高雄 拼場造勢 要爭取選民的支持 選前超級星期天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連跑苗栗桃園屏東高雄 衝刺 也和新著名支持者見面 賴清德表示 只要認同臺灣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會保障新著名 及新二代的權利 也承諾若當選江家常培訓 同意人才 以及延長外配 雙親來臺的簽證時間 國民黨候選人厚宜則從桃園 挺進高雄大造勢 不只藍營大咖 道場駐政 前臺大校長 管中敏也現身力挺展現團結趣事 後一持續把破口對準賴清德 批評他不願正面回應廢死看法 也沒兌現解密高端的諾言 無法讓人民信賴 對民眾黨柯穩哲一整天都在高雄車掃爭取支持 不過國民黨部分區立委提名人韓國瑜 比喻他像空氣槍 非常熱鬧但不會贏 呼籲支持者集中選票投給藍營 柯穩哲不以為意 更指出韓國瑜是遭受黨內壓力得操作氣保 藍綠白陣營都選在高雄舉辦大型造勢活動 柯穆更接力到訪瑞鋒夜市首階 上演人氣 比拼戰 藉綜合報導